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睇午夜港场学人串社科 我是阮永恒 今天就会做一个都挺难的题目 它难就是在于这个题目 那个立场非常之两极化 社会经常都会为这些事而争扰 所以你说这个题目 无论站在哪一边都很容易得罪人 但是不难的事 我又做来做什么呢 所以就左右做人难了今天 第二个难的地方就是 两个阵营的人很少愿意同场去调劲或者讨论 其实我并不是没有请过一些左翼的人士 但是他们通常都会推却我的邀请 但是今天我就请到两个很年轻 但是学术上或者口才上都很好的学者上来 去讲一讲这个题目 首先在观众的左边就是今天左派的代表 他就是Brian Brian是牛津大学政治系的博士生 他主修政治哲学 他也是Oxford Union的debater 所以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演讲的人 好这一边就是Andy Andy他是史丹福大学经济系的博士生 他今天就是右派的代表 我很荣幸可以上来 因为Brian其实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平时在Facebook都经常交锋 今天可以在这个节目中交流就更加好 是的 他们今天说想辩论形式多一些 所以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火花 我们首先讲一讲譬如左先 因为其实在西方左翼的思潮 就真的去到好行的一个地步 两位都是读翻书的朋友 所以应该都很感受到这件事 其实讲左这个字是一件很阔的事 譬如我们讲旧的左派 就会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 就会是工人阶级希望推翻支援家 或者拿到更多叫做工作上的权益 但是新左就很不同 他那个哲学的源起 可能是20世纪 你有佛罗伊德 叫做存在主义 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等的影响 他那个现象在现代的社会里面 可能是一些女权主义者 种族平等、环保、动物保护 或者是文化保育等等 你看到其实他们的议题是比较分神 但是他们比较集中的就是 都是想说我们要推翻现有的建制 保护弱势、为少数发声等等 其实你在牛津大学 我自己读过牛津大学 都知道它是一个比较左的环境 尤其是毕业来的时候 永远都有些动保人士拿着 那张猴子的脑子被人挖开了 那张照片 就说我们soology的同学 拿那些猴子做实验 就很不人道的 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会看到其实左翼他们比较 叫做core的思想在哪里做呢 好 首先多谢Vera 和多谢港台邀请我出席这个节目 我想说其实所谓的左傾思潮 如Vera所说 在现代层面上 其实是一个很松散的 你可以说是一个family of resemblance 即Witgenstein所说的 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其实fundamentally 我们觉得是左翼的 是因为右派也好 又或者是媒体也好 将他们圈掩为左翼 但实际上 其实左翼里面 所谓的左翼 是有几个不同的派系 亦都有很distinct thoughts 或者想法 第一个就是经济左翼 其实经济左翼 过去五十年六十年来 都有演变的 不单止说是要去推翻资本主义 亦都出现了很多 譬如说是一个资本架构里面 推行社会改革 或者社福改革等等的 即经济的论述 但同时我就想引入 一个叫做recognition 即是认知 或者认同政治的概念 其实recognition politics 最当初的来源 就有两位自学家 一个叫做Charles Taylor 一个叫做Nancy Fraser 这两位其实都是说 其实人追求的 不单止说是财富上的平均配给 即是你说你是大财主 我是一个被压榨的工人 我是以往的权利 这是一个很左派 或者是传统作异的理解 但他们同时作为一个身份认同 或者认同政治的推暢者 和倡议者 就是说 其实人也渴望被认同 被尊重 你是想别人去尊重 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我的工人 我要尊重他 因为我要压榨他 以获取这个利润 因为我要 基本上 我要认同他是一个人 有人的权利 和我是平等的 这个又是另一种左翼的思想 我想里面显生出 就是刚才Farles所说的 很多 就是说我们对性小众 小数族裔 女性 女权等等的尊重 其实都是这个基础里面 去显生出来 第三种就是所谓的批判主义 就是critical theory 批判主义的左翼 我甚至不会说批判主义 是等同于左翼 其实有很多批判主义者 都是可以说是右傾 或者是超越这个左右的分界 但他们就像你说 真的想批判 或者去解构这个建制 去解构这个系统 例如说Farhack 本身 你说他是不是一个左翼 我又不觉得Farhack Foucault是很左的 他其实说了很多东西 甚至是被 所谓的新自由派 引用来轮正自由主义的提倡 但是Foucault就是说 这个社会充斥着权力架构 以及不同的权力 透过我们的语言 以及我们的认知 去演绎或者表辑出来 其实你要如何去解构这些架构呢 亦都可以说 在传统的媒体上 我们叫做左 但是Foucault是不是真的左呢 I don't personally think so 这个就是第三类的左 第四类的左 包括在外交主义和后殖民主义 这类的左翼 包括Giatry Spivak 他写了一篇 《Can I Surround and Speak?》 这些哲学家或理论家 就是觉得现在西方哲学 或者知识论里面 太多白人自常 或者充滞着白人的哲学家 白人的论述 其实实际上我们需要的 是要将西方也好 中方也好 东方也好 东方也好 的视野匡阔 去看世界的知识演变 其实这四类的左派 本身是有交纖 即是有intersection 但实际上 是否完全可以说 归纳为左呢 我又不是这样看 你听到吧 Brian就说 左其中一种就是 很着重权利 其实右那一边 都是很着重权利 比如右派 我们又是一个很模糊的说法 我想最古老的那些 我们叫做右派 可能是古典自由主义 即John Locke那种 就是说着重个人的权利 个人的自由 所以政府就不要去侵害他们的权利 但我们去到现在 常说右派就是经济的右派 就是自由经济 不要有那么多barrier 大家可以互相竞争就最好 但还有一只右派 就是其实他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就声称自己支持这个自由经济 实际上就常是bargain和lobby 希望法制是向他们的行业 或者他们的公司倾斜 其实他们我们都会看上一种右派 因为右派另一种看法 就是他想维持社会阶级的稳定 如果他本身是上流的话 他就可以维持他的地位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forged consciousness 可能他是低下阶层 但是他是学问稳定 所以他都不想推翻这个制度 这个就是马克思就觉得 你们以为自己是一个高的阶级 其实是一个低的阶级 其实是一个低的阶级 Andy 这种好像就是放任自由主义 libertarian 那种 可以讲一讲其实你的主张 或者你认为右派是如何界定的 首先回应你刚才说我的立场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不过我所保守的 是基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秩序 还有我们要分清楚 我们觉得什么应该合法 和什么是好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所以有很多 比如左派都主张合法化的东西 我都是主张合法化 但是我就会觉得他们是不好 还有我会不鼓励 甚至是杯葛那些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我作为保守主义者的意义 但是有没有解解合法和好 那个分别可不可以给一个例子 是合法又不好 或者是他不合法但又好之类 是 比如吸毒 有很多其他保守主义者 会觉得吸毒是应该在刑事上禁止的 但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应该合法化 我们应该通过教育或者劝道去减少这些行为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又或者我们可能可能会讲到的一些政治正确的东西 如果一间私人公司 因为一个人 他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去解释了他 我都觉得这个应该合法 他是作为一个私人机构有权做任何东西 但是我只不过是不赞成这种做法 或者说如果我自己开一间公司 我不会有这样的政策 但是回答你一开始 问题就是什么为之一个右派 我想你和Brian刚刚都提出了 就是左和右的这个争议 是有很多个Dimension 很多个维度 于是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 有没有一个更加本质的定义 是可以捕捉了这么多个维度的呢 因为其实我们发现 很多人他在不同的问题上的立场 其实是有相关性的 比如你在经济上 问是否支持资本主义 以及在社会议题上 保不保守支持不支持传统家庭价值 这两件事好像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看到 譬如共和党那些人 他一方面是支持自由经济 但是同时也会比较坚持一些 传统的家庭价值 另一方面如果你问一些稀皮士 有些人觉得稀皮士很崇尚自由 但是其实他们是 在家庭价值方面是要打破的 但是如果你问他们是否支持 政府做多些东西去帮穷人 他都支持的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相关性呢 这里我想提出 美国有位思想家Thomas Sowell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A Conflict of Visions 他就说 其实人的基本世界观 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constrained vision 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上 本质上就是不完美的 而我们所有的制度 都不能把它变得完全完美的 而另一种就是unconstrained vision 就是觉得这个世界 没有那么多限制 如果你是觉得unconstrained 的话 你见到现在的制度 就会觉得它是千瘡百孔 譬如觉得那些人没有尊严 于是就会很心急地想 作为一个社会工程师 去到改革这个社会 所以这个就是解释了为什么 右派无论在经济上 或在家庭价值这些事情上面 都是比较尊重一些 自然和分散地演化出来的 制度和层次 而左派就是会比较焦躁的 想去打破这些事情 就是idealism 或者是觉得要改革这个社会 要一下调度那个位置 这些哲学我们就会觉得是比较左 但是接受了譬如 这些保守主义 那种就会是右的 而且这件事在华人社会里面 经常有一个混淆 就是因为自从五四以来 华人社会是很少真正意义上的右派 譬如国民党和共产党 其实都是苏联扶持的政党 民进党更加左 香港的泛民表面上好像反对共产党 但是其实他们骨子里都是左派 譬如长毛穿那件折古华拉的T恤 折古华拉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偶像 所以这个问题去到华人社会里面 就会很难讲得清楚 其实长毛在泛民里面 都算是比较激进那些 你看回传统泛民 譬如民主党 他们又真的不是说 左派那种要改革制度 反而就在制度里面 逐步逐步地去改进 或者去得到他们的东西 所以你刚才那个说法 未必是很准确的 但是它的改进的方向 相比起现在 他们都是要多一点福利 多一点劳工规管 还有他们经常笑工联会的人 出买工人 今节我们就讨论了左右的定义 下一节回来继续谈 回来第二节的五夜港场学人串舍 和我刚才说到左右的定义 Brian就说有点不同意Andy 谢谢听一下你说的 我其实想回应Andy刚才所说的 就是左和右对这个系统 体制的判断 或者反应 其实我觉得Andy刚才所说 是没错 是可以解释到 如何美国的保守派 和这个所谓进步派 progressive and conservative 之间的分歧 但是是否可以扣回左和右呢 我有点质疑 因为一来 其实你看到不少右翼 尤其是尋尚自由经济 由于小政府甚至是无政府者 都很想推翻现有这个系统 包括Marie Rothbard 或者Hans Herman Hoppe 这些自由自学家 而反之也有一些左翼的 所谓左交的自学家 或者思想家 我们可以讲回Anthony Giddens 当年在90年代80年代提倡 所谓第三条路的 英国 其实他不是一个反对制度者 他其实是一个左翼的人 他是想透过这个系统去改变这个经济 他不是左翼的 而是一个中间路线者 而以来甚至你说 现在美国的保守和进步主义 是否一定是支持或反对这个政府 或是反对改变或支持改变 其实也未必是 在现有这个政府底下 甚至在Donald Trump的政府底下 推这个lockdown measures的时候 当州政府推这个lockdown measures的时候 你看到有不少右派的示威者出来说 我反对政府 我反对这些权力 是要改变这个系统 我不要lockdown 其实这些都是 某程度上是要想去推翻 或者颠覆这个系统 而不是去维系 燃有这个制度 所以我又不觉得保守派 等同于维系制度派 而反而 Fundamentally Andy 刚才所说的 就是为什么有些value 或者价值观 是会有双 表面上好像不拉奸 但实际上 可能一个人是同时有一个correlation 其实我的解释 或者我判断 可能是比较情绪化的 就是情绪主导 就是一个保守派 为什么会反对堕胎 权 亦同时反对环保议题 亦都支持特朗普 亦都反对这个lockdown 其实未必是有理智的原因 可以解释 或者价值观去解释 而是情绪上 身份上就觉得 我作为一个保守派 就是有这样的立场 这就是我的Humble opinion 其实Adam Smith 他当时也是一个reformers 就是想推翻王权和开放市场 不要只是贵族去做生意 所以如果用你的界定 Adam Smith当时也是一个左派 所以我其实很同意Brian所说 右派有时候会反对当时的现况 这个就是为什么 刚才我说 右派所尊重的不是任何制度 而是经过自然和分散化的方式 演化出来的制度和层次 因为如果我们是用一个 相对于现况的定义 去定义左右的话 那就会很麻烦 因为譬如如果左派 争取到他们的东西的时候 右派又反对那些东西 那是不是又会调转了呢 这个就是为什么 刚才我是用一个绝对的定义 就是说 我们定义了右派支持什么的制度 如果现在的制度 是违反了那些东西 右派就会反对 Andy 你先说 那个hypothetical 那个制度 就是由这次 natural law jurisprudence 里面所说的 就是推现出来的世界 但我想说 就是其实 我们怎么去想象 这个natural law jurisprudence 或者怎么去推这个 hypothetical的世界出来 其实本身这个世界观 已经是渗透了 我们对或者受权力 结构所影响 所主宰的这种种因素 就是 It's infiltrated 你没有可能说 我是可以construct 一个完全独立的世界 即是说 That is the world I want to live in without admitting 我们在建构过程中 已经被我们现有的制度 的思维 或者传统所捆绑 和影响 这就是左派对 保守派人士的批评 但某程度上 右派的观点 的确是受现有的影响 但不是完全受现有的政府的影响 而是受现有一些人制互动的原则所影响 因为譬如我对自由经济和小政府的坚持 是可以借根于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的互动原则 因为日常生活 两个普通人之间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不侵犯你的身体和财产 我就可以自由地用自己的身体和财产 而自由经济和小政府 只不过是更加一致地应用这个原则 因为其实政府做的事就是违反了这个原则 这个也有点是Adam Smith的 Moral sentiment的看法 人与人的活动是判断了社会应该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用一些 common sense 的原则 将它推广了 就可以得到右派 但是左派就是因为他觉得 现在的制度很多问题 而且很心急想改变 所以就要集中用公权力去进行一些社会实验 和改造 这个就是分开了右派所支持的那种制度 和左派所支持的那种制度 其实我也想回应Andy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侵犯或者non-aggression principle 因为我假设的例子 就是我抄了Peter Singer 就是如果你在逛街上 你看到一个御匿的小孩 你可以救他 但如果你救他会濕针对鞋 你决定不去救他的时候 你有没有侵犯到这个小孩的权利 因为他会死的 你不救他 这个就回到我一开始所说 什么是合法 和什么是好不好 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分野了 就是如果一个人 他不救一个人 我的确是觉得 在法律上是不应该 惩罚这个见死不救的人 但是在道德上 我们可以批判他 甚至可以杯葛他做事的地方 这些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就是分开 什么是应该用法律去到惩罚 什么是应该用道德和自愿的行为 去到排斥和杯葛 这个其实就去到economic liberalism 和social liberalism 那个debat里面 因为T.H.Marshall 公民权里面是分了三种权利 第一种是公民权利 就是说你的人身安全 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集会自由 然后就是在司法的系统上面 你得到公义的审判 和保佑私有财产 第二种就是政治的权利 就是有被选和参选权 可以做公職 第三种就是你们困到的一个位置 social rights 就是社会权利 包括一些社会的保障 经济的福利 一个人享有社会资产 和可以作为一个文明的个体 有最低程度的生活水平 或者生活保障 而他侵害的那个位置是 如果所有人都要有牙借头 和有一定的生活水平 可能你就必须要从某些人的财产上面 拿出来再重新分判 其实就侵害了第一种 我刚才说的公民权利 这个侵害和冲突位 就是我们所说的economic liberalism 和social liberalism 里面解决不了的事情 我们问的问题就是 其实他们是不是有冲突 有没有得一起去解决呢 当你一个制度 是建基于一个压榨性的system 或者经济的逻辑上 本身这个制度所巩固的权利 是不是就是道德应言的权利 为什么你会假设了 它的压榨性的制度 因为基本上 现在你看到 就是非洲很多的儿童是staffing 其实同事也看到 大公司有开拓资源 其实两者之间是有一个 causal relationship 我可以解释 但这里不是经济堂数 大家明白的 对 所以 是不是 我认同Andy所说 sorry 你继续说 我认同Andy所说的一个理想的system 一个理想的政治大道下 政府的权利是应该受到这个限制 但当政府的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 我们也要想想这个真空里面 是什么的权利架构 是进了来 是成为一个新的压榨者 新的剝扎者 是不是公司 是不是现有的文化制度 是不是传统 是不是就是说 当政府不介入 其实就没有东西可以介入 其实有东西可以介入 是有权有势者会介入的 这个就是问题 是 答回你一开始的问题 就是这三种权利之间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觉得所有权利 一是就是它作为私有产权的一个特例 一是就是它已经违反了私有产权 譬如你刚刚说 言论自由这件事 好像不关经济上的私有产权 但其实它也是借根于私有产权 因为什么为之言论自由呢 就是我有权 如果我是own一间屋 我可以在屋里面说任何东西 或者如果我own一间报馆 可以在那张报纸上写任何东西 这个就是私有产权可以保障到言论自由 但言论自由并不是说 如果人家own一间报纸 你要逼他一定要给你个位置写 所以由这个角度看 言论自由只不过是私有产权的一个特例 而反过来 有另外一些所谓的权利 其实就是侵犯了私有产权 譬如有些人觉得 我们不单只只要有经济自由 而是要有政治自由 但他们所说的政治自由 是你可以通过投票或者参选 去制定一些政策 但如果那些政策 又是侵犯了一些人的私有产权 那就已经跟经济的自由是矛盾了 所以你不能说 又要有经济自由 又要有政治自由 所有东西 要么就是属于私有产权的一个特例 如果不是 就是反对 就是违反了私有产权 其实我听了一条拉就是 究竟是right over good 还是good over right 就是说权利是否给社会做一件好道德的事是重要 你要维持一个人所有人身的自由 所有的自由的时候 可能就要接受社会是有不平等 是有些不好的事 但是如果是good over right 你就要求社会有某一个道德的标准 那个标准是统一的 那当是统一的时候 有些人的权利便会必须受到侵犯 那其实是不是承认了这两件事是有contradiction 是没有办法做到你左派去解决了同时 economic liberal和social liberal的情况 那你觉得如果 Andy 如果一个社会可以maximize 那个right的实践 就是比如说我搞一次有个right the right to not suffer from violence 就是或然的暴力侵犯 如果一个社会是透过maximizing good的途径 去达致了将这件事的最大化 就是确保最大数的人 最多数的人是不会受到这种暴力侵犯 那你觉得这个是preferable to 还是dispreferable to 一个政府不干犯任何人 就是用暴力干犯任何人 但是同时社会 生灵涂炭 战亂频频 你觉得哪个是一个preferable world 我自己的preference 是lexicographic 即是说我会把right violation 看得高于其他东西 但是其实在某个意义上 我会觉得如果我们遵守 这个property rights的这个规矩 它也是在某个意义上 会导致最好的结果 但是我们这个要分开 究竟是一个particular的eutitarianism 还是一个rule eutitarianism 就是说我们要定义了整体的规则 是否会导致最好的结果的规则 以及这个规则 你要将它看得足够根本 足够本质才可以得到这个结论 因为譬如 如果你说我们给政府多些权利 让它做好事 可能政府做的某些事情 真的会导致好的结果 但是你给了政府多些权利之后 也很难防止它去做坏事 所以防止政府做坏事的方法 就是连给它做好事的权力 都不给它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rule 看得是足够基础 如果是关于政府的权力 有多大的这个层面的话 我就会觉得限制政府权力 既是符合right那方面的考虑 亦是一个符合rule eutitarianism 你刚才战事频频的例子 好像有些不是很恰当 因为右派都是要求有basic justice 还有你战事频频 是公民权的个人人身安全的自由 没有了 所以你那个其实都是包含了 我们说右派最重要权利的 那个人身安全的自由 所以你那个例子好像不是很 我想我们要分拆成两个不同的线 因为一条线 我是在接近Andy所说的 一个minarchy 甚至接近无政府的系统 而这个世界里面 你可以容许大商交或大财团 去压诈人 但是去压诈他人的过程 未必是直接侵犯到他们的权利 因为你可以透过不同的间接模式 去压诈人 包括我不是逼你离开你的地 我就是在你家旁边 因为我买了你这地 我起围栏 我不让你出街 但我没有侵犯到你私有产权 这个就是接近Andy所说的 其实战事频频 是我中文不要用错字 但其实想说 人的生活水平 仍然可以是一个below optimum 或below minimum 的情况下 而byAndy's logic 政府也 still should not intervene 这个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其实我个人也认同 这个lecticographical priority 但我想说 当你要避免战争 避免死亡 避免负面的效果 都可以成为这个constraight 里面的分子 这就是我和Andy的分别 很激烈 下次回来再说 回来第三节的五夜港场 学人串舍科 刚才讨论很激烈 Andy又很想回应 是的 我刚才提到 如果我们把这个规则的定义 看得是足够基础 退回到足够基础那一步 即是说规则不是在于政府做的具体是什么 而是在于政府有多大的权力范围的话 那我们就会发觉 小政府往往就是 反而是会导致最好的结果的那种规则来的 在这里就举一个例子 譬如 很多人都很心急 就想帮一下美国的窮人 而这些窮人很大部分都是黑人 那就要抵消当年奴地制和种族歧视 对他们造成的不良影响 但是很多时候政府做的事是有反效果的 譬如政府在1960年代的时候 就大幅增加了福利 但是这些福利往往是会导致 那些人离婚或者未婚就生小朋友 就导致有大量的单亲家庭 因为譬如我们看回 在20世纪的上半叶 当时的黑人 我们不能够说当时的种族歧视是小过现在 但是当时黑人生活在单亲家庭的 小孩子的比率只有20-30%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福利的支援之后 现在黑人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子女的百分比 是去到70-80% 而我们都知道双亲的家庭 包括尤其是一个父亲族一个榜样 是对一个小朋友的成长和将来的成功 都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左派他们给了政府权力 做一些好心的事的时候 往往是会导致反效果的 你的研究是有确实的 是 你可以看看最近细细一位黑人 经济学家Walter Williams 他在这方面是有大量的著作和证据 你刚刚讲的这个点 就带到我去下一个想讨论的题目 就是我们常常闹左交 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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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左翼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很多不平等的 有很多人受到欺压 所以我认为是需要有左翼的声音 去担起这支旗 提醒大家道德或者是good是很重要的 但是有些人叫左交 其实就不是因为他左而弄 因为他交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人就是 他们会很努力 希望去作出一些改变 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结果就未必能够 令世界更加美好 反而是坏了 我相信是一个哲学的渊源 譬如你说后现代主义 或者存在主义 其实他们很着重的是offensity 或者sincereity 即是说你很投入做那件事 你很相信那件事 你全心全意丢了个人进去做 这个过程就是好的了 他们是觉得这个过程和你的投入 是重要过结果的 是重要过效率 重要过你开不开心 重要过最后那件事是否实在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左翼说会给一些掌声自己 其实就是他们赢了的过程 就算结果是得不到任何的改变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哲学议员 能够解释为何最后会导致到这个情况 我也想补充两点 一来就回应Andy 第二来就回应Vera 先回应Andy 就是我觉得那个例子挺有趣 因为我觉得是指出了 就是政府的确是有不足和管治失效之事 但是是不是说本质上一定是有问题 我举两个反例 大家可以探讨一下 一个就是说回这个楼市 香港现在这么多年来 现在上屋这么困难 就是在农屋里面等公屋的 可能等17年半都未上楼 都要住在一个三尺乘二尺乘四尺的农屋里面 这个现象又是否就是说大政府一定有错 而小政府一定是对的呢 二来看回医保和医疗保障 其实美国现在今时今日 如何新冠疫情这么严重 比英国更严重得多 正正因为医疗没有得到全民 没有保障到所有人 无论是贫富懸殊 贫富还是有钱还是白人 有些人都可以access到这种医疗制度 其实这个就是美国现在最大的失衡 回形起Vera所说的左胶 我又不太同意 只有左胶会着重这个过程 因为其实右胶 或者保守主义者 都很着重这个过程 他会看回 Andy刚才所说 他会看回你的过程 有没有侵犯到一些价值观 有没有侵犯到一些 不可以侵略的道德底线 其实这个都是重视过程 大于结果 因为如果你真的重视结果 你就不会说这个是 Lexical Graphical Priority 所以其实左和右都有胶 实际上胶是否一个好事还是坏事 这个就有待大家探讨 其实胶有另一个观察到的东西 就是言行不一 因为几年前有些公运那些 他们是反对大财团 反对资本主义 但是他们就会用一部血汗工厂 弄出来的智能电话 然后就去问 为什么你们还用这些电话 你说的是十年八年前 我真的知道有些左翼是坚持 用那些可以扔到地上 不破的电话 但是用智能电话的人士 就说我做左翼已经很辛苦了 连电话都不让我用 我会觉得 如果你从Othensity 他们这个道德观去看 其实言行不一致 在左翼上是不道德的 但是右派并不是没有这些人 是言行不一致都会有的 例如有一个经济学家非常爱国 但是他好像是有美籍的 然后在美国有一层楼 然后又回到美国 我就想过去追击他 但是后来就没有追击到他 但是我就问回来 那个右派的答复就是这样 他说在右派 其实言行不一是不重要的 因为他们是崇尚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 所以他说的东西是对的话 他的人就算是偷骄拐骗 奸淫佬都无所谓 因为人和他说的东西是分开的 他们着重的就是你的邏輯一致 就是你讲的是有道理 所以他们的道德判断的标准是不同的 相反你见到右派 如果有些人觉得他的邏輯理据不好 就会有很多人口珠不伐 不单止是手榴弹或者手枪 是飞机大炮甚至是核弹 整个核弹等我来 那个并不是左派 因为攻击右派最强的是右派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竞争者 他们从上竞争 所以右派经常都会攻击右派的邏輯是不好的 但譬如左派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讲错误 但他们就会觉得可以包容 因为他们 因为你知道Foucault 他们说其实这个世界是没有真相的 真相是建构出来的 然后所有东西都是意见 然后理据是很主观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逻辑的逻辑 是可以轻轻大 就是他们的着重是你的出发点 你的道德的程度很高 这个比你说的那些东西更重要 其实是How you do 是重要的是What you do 我会觉得我自己看 这个左右是有这个分别 刚才说的那个位置是 因为右派有太多种不同的定义 左派有太多种不同的定义 你就找A的东西去打它的B 你又找你的A打它的B 所以其实你永远都不能够得到一个统一的讨论 因为他们有太多种了 但说回你刚刚你说右派有很多内斗 其实那个左派反而是有很多内斗 还有可能更多 譬如我们看看哈里波特的作者J.K. Rowling 他原本是一个女权的icon 很多左派喜欢他 但是因为现在又兴起一个新的 关于跨性别人士的思潮 譬如男人可以通过性别的认同 参与女人的运动比赛 接着J.K. Rowling 因为他觉得他要捍卫女人 这些跨性别人士参与女人的比赛 是导致女人少了机会 所以他又反对这些东西 接着现在大量的左派就去围攻他 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左派里面都会越分越多 很多不同的细的板块之后 互相攻击 甚至你看看以前共产党 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 里面都有很多派系之间 打来打去 那我又想回应Andy 首先说这个trans issue 这个是细节 我想说其实男性 你本身生为男性 并不代表你一定是男性 就是没有人说你 就是因为你在医院里面的证明 说你是男性 你一定是男性 而女性就永远 就是一世都是女性 谁说呢 就是性和性别 和自己对性别的认知和定义 其实是没有必然的挂钩 也都没有需要去挂钩这两样东西 我去过美国一间大学的毕业 来聘请了一个客人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第一个女性到围坐飞机去演讲 就说女性应该留在家里做家人主婦 不应该出来伸展去职业 于是我的同学毕业 就用个背脊对于她去做一个抗议 所以其实你说的 其实在美国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其实就是因为新左派有太多的资质 就是有些人他支持保护环境 但是他又不支持性别平衡 然后这个支持LGBT 但是他又什么反对环保之类 那就会很混乱 就不是一个整体 首先我想说就是 我觉得现在新左派里面的批斗思潮 council culture 是很危险的 因为批斗当你去到极致的时候 就会成为一种新的独裁 这也是在左派里面出现一个问题 但这并不代表 譬如说你对一些恐童 或者恐夸性别 或者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批评 甚至是攻击这些东西 这两个技巧一定是要分开来说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一个技巧是有理智 是有原因有根据 另一个技巧是上纲上线的批斗 就好像现在网上很多网民那样 就是恶意万意的攻击 其实这是一个将现有的思潮 推到极致 一个极端的走势才会出现的坏效果 我想这件事就不能混为一谈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你怎样分开它是推到极端和不极端 因为其实你知道 Andy在美国读大学 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美国 譬如他邀请一些很controversial的人 那些左翼的同学就会围 围到你开不了那个talk 即是被逼要cancel 甚至有很多人受伤 然后就是有些教职原制 很多东西是不敢说的 因为说了会被人批斗 那你说其实你有个自由 这样做 你有自由去抗议 有自由去mobilize 那你有部分不喜欢 你自己mobilize 你mobilize不到 所以你刚才Andy说 政府的权力很危险 但其实你的人 得到那个社会的权力 就在一起 其实那件事都很危险 那个问题就是 那条线你怎么做 Exactly 所以才是政府和人 要有一个平衡 而不能说 一个自由社会 是没有放任地去自我管制 也不能让一个无限权力 是无限大的政府 去个人定夺你的生死 或者你的延行界线在哪里 一定是一个磋商 协商式的社会 才可以有一个平衡 所以无论是公民社会独大 公司独大 还是政府独大 都是有这个问题 这就是James Robinson 和Asimoglu 所说的Narrow Corridor 里面的平衡 Darano-Asimoglu 和Robinson 所说的Narrow Corridor 其实就是正正说 有两种不同的hierarchies 你可以有一个formal的hierarchies 也是Cage of Norms Cage of Norms by Society 其实上这本书 这本是值得探讨的 他那本书说的重点就是 政府的权力太大 它就是一个tyranny 它就会令到人的自由受到侵害 即是Annie所说的情况 但当你的social norm太大 例如有些社会的女性 是没法出去做事的 你出去买菜 你都要问个老公 整个面子都被掩住 你觉得她们很自由吗 其实她们都得不到自由 所以就是要政府和社会互相制衡 很有权力的政府被人扣住 让她不可以乱用她的权力 其实我也有写过 就是关于言论自由的一件事 我想有一条线 或者试试可以用 就是oppression试试 压榨测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当你把演讲者的言论 搬到这个房间 或者这个房间里面 自愿参加 或者被迫参加 你可以自己选择 里面最弱势 或者是最受言论影响的人 你问他们 你怎么看 你会有什么感受 如果他们感受没有什么 我可以笑起来 其实这个议论是绝对可以值得平台 但如果他们说 这件事是对我很大的伤害 这件事令我要反思一下 究竟是否真的要 每次都要平台的议论 这是一个大家要想的取捨点 我很开心 Brian也同意 现在左翼对于一些言论的禁忌 或者一些政治正确的东西 已经过了火 但是你刚刚提到一些具体措施上 会不会有恐童 或者排斥了跨性别人士的效果 这个我就觉得 是要回去 一开始我讲的就是 这个世界究竟 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完美的制度 还是我们要接受一个不完美的制度 来到令到大部分人 都可以舒服地参与这个制度 这个可能我们下一节 再讲一些具体的例子去讨论 你连这句都帮我讲完 下次再来讨论 其实刚才那个讨论就是说 究竟政府权力或者社会权力 两件事都需要制衡 我们如何取得平衡 得到自由 没有呢 ? 没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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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没有呢 都是令人很深刻 剛才講到言論不要過火 就有個測試 如果找最弱勢的人聽到 那件事覺得很不舒服 那件事就不應該說 其實會不會是跟言論自由有一個衝突呢 美國就有些例子是比較奇怪的 例如哈佛法學校的學生 就跟教授說希望他不要教強姦法 因為聽到強姦這個字令他很困擾 所以希望他不要教 一個例子是他們會去希望保護 或者不要歧視一些亞裔 或者拉丁美裔的美國學生 譬如就跟Andy說 如果你是美國人就問你哪裡來的 這樣就不對的 因為你這樣真的暗示他不是真正的美國人 而且也不可以跟亞裔的學生說 你數學真是很厲害 因為這樣是stereotype 了他 那其實這些算不算是言論自由過火呢 如果你用那個test的話 你的言論自由會不會因為 因為有很多人不停地distress 大家受保護的感覺就越來越需要 然後大家的言論自由越縮越窄呢 我想有兩點回應 第一就是說 其實我剛才所說的壓榨 就是test of oppression 是不同於test of annoyance 就是所謂的厭惡 譬如說我覺得你說話 或者我在信報寫的東西很厭煩 我要delete了我的facebook 就是你的facebook 這件事因為我覺得你厭煩 你是沒有對我有精神上的創傷 或者任何的受損 我是沒有很大的打擊 這件事就撕不到壓榨 或者emotional oppression 這個test 而以來我也想說 為什麼我現在這個文化過火呢 因為我們言論本身是得到的 或者透過言論自由獲取的成果 包括這個自由思想 包括制衡政府 包括對社會的認知和了解 這種種種的價值 就是values and values 都是值得我們去重視 現在的問題就是 有些是說要壓制言論自由的人 就是覺得你壓制言論自由的 去避免受侵犯 避免受侵害這件事 是最重要的 是lexicographically 就是用Andy才所說 lexicographically 是值得得到保障的 這就是問題 因為社會上有這麼多原因 讓我們去說話 去辯論 去爭論一些 為什麼我們只要著重避免受壓 避免受傷害這件事 所以這正正是現在言論自由的辯論裡面 我們有些兩極化的 令我很無奈的支柱 因為其實沒有說清楚 其實言論有很多不同的價值 我們不應該只著重 隨便一個任何一項的價值 我很開心Brian也很同意 在言論自由上 現在很多趨勢過火 或者我再舉例子 譬如在南加州大學 有個教授教人說中文 然後他就說中文 拿過用盤頭 然後因為英文的諧音 和一些侮辱黑人的字 聽起來類似的 所以這個教授被人停職了 而且這個除了反映了過火之外 也反映了不同的政治正確的規條之間 會有潛在的矛盾 因為教人說中文 推廣這個multiculturalism 本來左派很應該歡迎的 但是這個又因為跟他另外一樣東西 又釋到他的根 於是他們又反對那些東西了 這跟香港現在的情況差不多 政治正確我想說就是 可能是某程度上你的政治正確 我的政治正確 他的政治正確 都是因人而而而 而社會上其實沒有單純 單一的 是一個政治正確的 你看不同的圈子或社交媒體的回音場 都有不同的政治正確定義 我比方說 你在香港激進建制派 說一些X、Y、Z 他們會說你很政治不正確 但你把言論搬去一個所謂深黃也好 或者很激進黃絲的群組裡 可能又會成為真正的政治正確 這就是政治正確的字的nebulousness 我覺得有些是很模糊的 視乎你是甚麼際遇或是甚麼社會的方境 去定奪害政治正確 所以沒有一個單一的標準 的確 每一派都有他政治正確和不正確的東西 但譬如我們看美國或英國 很明顯地多數都是其中一派 會因為另一派說了一些對於他們來說 不正確的東西 而去向他們的僱主施壓要解僱他們 但另一派很少會反過來 但我也想說另一件事 就是除了言論之外 政治正確還有很多表現方式 是在於譬如請人的標準 或者一些具體的政策等等 譬如哥倫比亞大學的演藝學院 他的院長原本是由羅馬尼亞去的 然後他因為受不了 哥倫比亞大學裡面的一些 政治正確的內容 所以就辭職了 然後報導的專題 標題還說 Columbia Professor from Romania Resigned Says University is becoming communist 究竟有甚麼communist的政策呢 譬如他裡面說 現在有個吉偉要請一個新教授 一定要請少數族裔 然後他就問其他同事 是不是就算最Qualified的 申請人是白人都不可以請呢 然後其他同事說是 還有另一個例子 有人來應徵做羅馬歐語朱利業裡面的朱利業這個角色 然後他是一個跨性別人士 就是說他剛出生的時候是男性 然後現在性別認同是女性 然後本來這個都不是一個問題 如果他是最好的那個就請了 但是他的同事又向他施壓 因為他是跨性別 所以靈寫一定要請他 這些都是他受不了的 因為他就聯想到他以前在共產的羅馬尼亞那裡 就經常會根據人的出身成份 而去給予不同的優待和次序 然後他就聯想到這件事很有共鳴 於是就辭職了 但在apply或application的過程中 我們現在要看每一個case的circumstances 以及每一個case的所謂道德的因素 其實我又舉兩個counter 剛才Nandy所說的 為何我們可能要想起affirmative action的重要性 就是一來我用牛劍做個例子 因為現在很多人喜歡說牛劍教育 或者牛津畢業等等 但實際上牛津這麼多年來的admission system 是充斥著一種誤解 很多state school 或者比較貧窮學校的學生 覺得我是不適合牛津 我不應該報牛津 因為我報了一些進不了 我報了一些進不了 我不報 所以這就是現有的問題 所以Oxford就是說 如果我做一些affirmative action 現在在討論 其實是沒有做的 就是individual colleges都未必有做的 就是可以保證state school students 是可以進入Oxford的話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性作用 就是說就算你讀一些 你可能覺得自己是比較適等的學校 你都可以入牛劍 你都可以入牛津 或者這些學校 其實這個在某程度上帶起了 就是對merit 或者對這些學校裡面的學生 自己的potential的潛能的發掘 是因此而促進了 這個其實是Oxford裡面 內部興起的一個討論 而第二點就是 這個比較controversial 以及具爭議性 我先戴上他的頭盔 想說就是Bernard Boxall 是一個很著名的美國哲學家 他就說其實affirmative action 你可以把它視為to some extent 是一個reparation 是對黑人這麼多年來 歷史上受的壓榨和迫害的一種賠償 而當然我個人覺得 為什麼要用這件事來賠償呢 是不是有其他方式去做賠償呢 但是沒錯的就是學界的確有一種學說 就是說如果我們這麼多年來 這些大學都是建基於黑人和勞工的剝削 基礎上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去回饋他們 給他們這些機會呢 我個人是不認同的 但這就是學界裡面存在的另一個觀點 而且如果根據這個原則的話 亞洲人或者譬如華人在美國的史上 一定不會是受到優待 而是反過來有違法法案之類的 但是反而現在affirmative action 是對亞洲人的要求更高 所以已經不符合這個原則 是呀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應用絕對是有違 這個道德的normal account I agree 我覺得那個情況是變了有些power主導 即是它不是一個很fixed的principle applied下去所有的東西 而是他們本身覺得你亞洲人已經這麼聰明 有tiger mom有成這樣 變成它整件事就是你那個social的balance 就是在說你哪個勢力大一點 哪個大聲一點 哪個能夠團結 起個民主就在下面砌到你的voice出來 你就可以得到那些東西 那已經脫離了你們所說的principle 你的equal opportunity也好 你的equal outcome也好 你都不是達得到 所以你看到就是2016年的時候 特朗普背後的那群人夠大聲 夠惡 夠正確 所以就來了四年的特朗普管治 現在剛巧得那麼巧 11月 因為你說新冠肺炎也好 或者其他因素也好 現在是拜登背後的人 誰帶誰惡 誰正確 推翻了特朗普的管治 雖然我不知道特朗普會不會走 可能懶死不走 但實際上我們看到的就是 某程度上 民主制度當然是好 但民主制度走到極致的時候 亦有民粹危險和思潮的出現 這個其實是我和Andy 都有一個擔憂的共通點 是 但我覺得特朗普上台 和拜登上台是有些不對稱性的 因為譬如特朗普上台之後 有沒有任何一個大學教授 是因為反對特朗普太反對 而被人解僱了 或者在一些主流媒體 或者在一些科技公司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但反過來就有很多 但是有很多黑人在特朗普那些 幾乎或是激近煽動式的言論 包括在總統辯論裏面 叫那些Proud Boys to stand by and stand by 其實這些言論都是有半煽動性 不能說完全有煽動性 但其實黑人在警暴下死亡的數量 其實在過去四年來 非常人震驚和拉明湖 我有一個問題要問你 你是Rose Scholar嗎 是啊 羅德就是在帝國主義者 入侵非洲南部 兼聘了很多土地 還擁有一個全球跨國的鑽石公司 是出名弄血鑽的 然後他弄了一個獎金 就是給這些那麼厲害的人去拿 然後牛津就有很多人示威 又說要追Oreal College 那個帳篷了下來 要改革獎金 我們的校監就是彭定康 他就說你一般都挺虛偽的 尤其是非洲來那些拿學生的 你自己拿學生的 然後你就在那裡投訴這個羅德的問題 那你又如何回應做一個羅德的學人 首先我想說 這個就是 我也想借這個機會回應 Andy剛才所說的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社會不完美 就不應該去碰 或者這個社會不完美 就甚麼都要拆掉 其實我個人是很反對 那種所謂革命主義 或者拆野主義 怎麼這麼說呢 因為那種要徹底地不用iPhone 不用或者不獲取任何資金贊 再推用一些有利社會的東西 因為那些資金來壓榨性的 或者是不做任何所謂的 有違所謂常理或者道德規範的事 我覺得那種道德潔癖 是正正這種革命主義的失敗之處 所以我對那種反對Rose 以及所有Rose的東西拆掉的人 我是極度反感 但是同時我認為我拿了這個羅德掌握金也好 或者其他人拿了這個掌握金也好 其實做的如果是對社會好 要可以改革社會在現有框架裡面 去令社會的福祉為民謀福祉 說這件事就是正確 這件事就是道德應然發生的事 這件事就是足夠的 And that's all that we ask for 你也是一個挺mordery的左翼 我是mordery 今天真的有一個很 fruitful的討論 首先我們去理解 究竟左和右的標籤是什麼 原來是有很多個層次 有很多種定義 然後就討論 其實小政府好、大政府好 怎樣可以得到一個好的社會系統呢 究竟是right多一些 還是good多一些呢 然後就是怎樣平衡政府的權力 以及所謂公民社會的權力 而兩樣東西如果權力太大的話 其實都是會影響了人的自由的 今天就非常多謝兩位這麼年輕的學人上來 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辯論 我們下個星期回來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